震撼全球,中国首个国际健康驿站即将建成,比火神山医院大5倍,入境人员全部集中统一隔离,再也不用怕外国变异毒株入侵我国。 近日,广东省宣布一个重磅喜讯,全球第一座国际健康驿站正在广州紧锣密鼓的建设中,预计将在9月份投入使用。 今后,每天来自全世界,90%入境者都将被送到这里集中监测隔离,彻底阻断病毒入境传播的可能性,就无疑给全体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。 据了解,这座国际健康驿站位于白云区中落潭镇,占地面积达400亩,总建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,比火神山医院还要大5倍。 拥有5000个高标准独立隔离房间,可有效避免站立交叉感染。 不仅如此,它还拥有最先进的智能化无人化诊断区,可以实现全面CT扫查,对新冠病毒做出更精准的识别,同时还不会伤害到人体。 不得不说,这样的健康驿站真的是非常智能且安全。 中南山院士透露,广州国际健康驿站预计9月建成,一旦投入使用,就会完全代替现行的分散式酒店隔离方式,铸造起一道专业的病毒防火墙。 当国际健康驿站投入使用后,相信用不了多久,境外风险就会被控制住,到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害怕新冠病毒以及变异毒株的危险。 面对境外输入风险,中国基建这一次可谓右立神功,从建成方舱医院,到免费核酸检测,从修建500公里的云南隔离墙,到建设400亩的健康驿站,我们的祖国可能不够完美,但它在不断强大,它用行动诠释了责任,用责任守护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,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。